而今天我们的标题叫做 怎样让你的孩子远离癌症 强调的是孩子的情绪 那现在得癌症的人越来越年轻 20岁到30岁的这个阶段里面 得到默契癌症的人很多 那我的朋友里面也有几个 所以到底是什么会让年轻人 这么年轻啊 血气方刚就会得到癌症呢 更会是情绪 而现在人的压力比以前人大了很多 我来给大家打一个比方 50年前如果讲我是小学生 我从学校回来拿了一个成绩单 我最怕的就是交给我的妈妈 我怕我妈妈看了可能会打我会骂我 考不好 可是现在的小孩子 同样的成绩单 不只是担心爸爸妈妈会骂他 他还要担心很多东西 我来打个比方 他打开电视机他看 哇 某某某某某 残而不费 拿了很多A 他看一下 哇他的A比我 哪里还多哦 又看一下Facebook 哇 这个谁谁谁谁谁 我拿到全校第一名拿了几个A 他的妈妈送给他华为P30 Pro哦 我的一个电话都没有 然后再看一下 哇我的阿姨美国哦 她也知道我成绩出来了 因为电话很方便嘛 哇什么黄青活气啊 全部都打回家里 问我的成绩好不好 如果你是一个孩子啊 你知道这么多人的那个聚光灯 一直聚焦在你身上啊 你觉得你有没有心理压力 很多家长他可能会觉得啊 小孩子还小啦 他他不懂这些东西的 他不会感觉压力的啦 小孩子也有自尊心的 而且小孩子的想法跟心态啊 比大人比我们更敏感 我我我你你们想一下啊 你们小时候如果去逛街 或者去呃小时候如果打工的话啊 你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别人面前 给人家骂的时候啊 你的感觉是什么 虽然那个时候只有七岁 可是你知道你有所谓的自尊心 所以这些孩子啊 从小就学会忍 因为他发笔记他哭出来 妈妈又会骂他 忍到这样 到最后就惹出病来了咯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 50年前的孩子 只是在那么单纯的环境里面 只要关心爸爸妈妈的颜色跟想法 到了50年后的今天啊 他不只要看爸爸妈妈 要看亲戚 要看社会 要看自己的朋友 要看Facebook和Instagram 你觉得他们所受的心理压力 是不是比以前大很多倍 他所面临的自我否定 是不是更多 所以那种负面情绪 那种压抑自己情绪 所带来的情绪毒素 是不是就越来越多 而更容易导致他们得到癌症呢 所以我这样子讲合不合理 现在的人为什么那么年轻 就得到癌症 就在于情绪 我的观察是这样子啦 我看到很多家长啊 很在意孩子的成绩 要A要B 哇 我很坚定 好像我是很知道的父母的那种人啊 通常他本身的成绩都不是很好的 那些成绩很好的父母 他们知道其实成绩一点用都没有 我也不要去强加在他们身上 所以不要用自己的自卑 去破坏孩子的自尊心 然后我看到很多现在的父母 很喜欢用他50多岁 60多岁的人生经历 去评价 去评断一个才10岁的孩子的想法 讲你这样做不对啦 你这样做很幼稚啦 他们才10岁了 所以这些无形中的judgment 评价跟评论 永远把自己放在台面上 给人家评价 就是所谓的心理压力的来源 所以毕竟还是孩子 还是要给他多一点 可以释放压力的途径 然后给他一点犯错的机会 所以下一次我们要再去评价 跟评论我们孩子之前 我们就想一下 他的肩膀上 已经承受了什么的压力 当你的思想改变过后 我不敢保证你的孩子 长大过后会不会飞黄腾达 可是我可以保证他 他维持完整的自尊心 跟他还有的学习热忱 会给他一个健康的体魄 而健康的体魄 才是年轻人改策出来打拼 最重要的筹码 现在的科技跟经济改变得太快 今天有这个发明 明天又有那个发明 今天不管你学什么知识 什么课文都好了 五年过后全部完全没有用 所以最好的打拼筹码 就只有两种 第一是学习的热情 第二是健康的体魄 而这两个人生最重要的礼物 就只有一个人可以给 就是你 我真的每次看到一些年轻人 还很年轻就得到癌症 然后明明就还有很多的 报复还没有实现 却被这些疾病给拖滑 而很多时候真的就是因为父母 很多父母因为望子成龙 望女成风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可是现在的时代真的变了很多 所以还是要从那个角度去看 以前人可能考的成绩好 拿了一个文凭 就是没有问题 现在的社会 不管你拿什么文凭 你也都会失业 所以反而是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永远都是很专注自己喜欢做东西的人 才是改是可以走得远的人 所以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跟你的孩子也快快乐乐的享受这个周末 拜拜 你想要你的健康更上一层楼 而且在又不需要多花时间 多花金钱的情况下 也能达成的 那就锁定接下来一个星期 我们频道的一些视频 那记得like我们的Facebook专业啦 谢谢 谢谢 谢谢